《王的女人 谁敢动》 1235集 老爷子的这种情况确实不宜喝酒 凤九儿给唐小华再倒了一杯菊花茶 不过这几两酒又不是毒药 要是说因为这几两酒影响了半年的治疗 这也不可能 嗯 那就好 唐小华点点头端起凤九儿给他倒的菊花茶 对了 你对近我们家有什么企图 真的不能现在说吗 凤九儿对上唐小华的目光轻轻摇里摇头 企图算不上 就是想麻烦你们帮忙做点事 唐小华半咪了咪谋 哦 找人打探消息 还是想做大买卖 大买卖 原来你们家还有大买卖可以做 不会是那种见不得光的吧 嗨 怎么可能呢 唐小华收回视线拿起杯子 说吧 要做什么事情 尽管说 我是要找一个人 不过事关重大 这件事情还是过两天再说 我不急 你还急吗 放心吧 不会让你们帮忙杀人放火的 凤九儿抬眸看着过来的月沁纯 招了招手 沁纯妹妹 过来 凤九儿收回视线 扫了唐小华一眼 别想太多了 这么多人等着我看着 我都过来陪你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 好 唐小华拿起杯子 嘴角再次扬起了愉悦的笑意 今晚不醉不归 花姐 你喝菊花茶也能喝醉吗 小樱桃含笑道 酒不醉人 人自醉嘛 唐小华看着过来的剑衣 一脸欣赏 哎呀 这么美的一个男子 你们就放着不要 会不会太浪费了 不是放着不要 是一般人要不起 能要的人 却不想要 小樱桃 也抬眸看了剑衣一眼 剑衣呀 她只听九儿使唤 可惜九儿早就心有所属了 剑衣其实挺可怜的 哦 如此美男 你们居然让她委屈 不作孽吗 唐小华收回目光 盯着凤九儿 对了 你的男人是不是很清晨啊 难道说比剑衣还美 怎么可能呢 剑衣这小伙子 可是我见过最美的男子了 唐小华拿起杯子的时候 脑海中也出现了一抹高大的身影 她正义 伟岸 也英俊得很 最重要的是 她很疼爱自己 不管她做什么事情 她都会无条件地护着她 可惜 现在她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女子 一个她非常非常厌恶的女子 此刻 她不再像以前一般叫她相公 而是更愿意直呼其名 因为她觉得 她已经配不上这个名字 唐小华清醋了醋眉 举起杯子 再一次将杯子里的茶喝净 这模样豪迈得很 就像杯子里面的茶 不是菊花茶 而是酒 是烈酒 娘 九儿姐姐 小樱桃姐姐 小脸微红的月庆纯 来到了唐小华身边坐下 庆纯妹妹 来 这糕点好好吃的 不过 这里是你们家 你应该也吃了不少吧 月庆纯含笑看着小樱桃 小樱桃姐姐 你别客气 把这儿当作自己家就好了 话语刚落 月庆纯 抬眸看着刚过来 还没有落座的剑衣 剑衣大哥 你也坐 凤九儿拉开他身旁的椅子 剑衣汉手落座 目光几乎没有在凤九儿身上移开 童小华看了剑衣和凤九儿一眼 摇摇头 都别客气 咱们相遇也是缘分 今天呢 就当作是庆祝咱们相遇相识 来 都别客气 清纯 你娘还没喝 就醉了 凤九儿还笑道 清纯 你去让人准备点好酒 娘要和你九儿姐姐 小樱桃姐姐 喝两杯 嗯 是的娘 月庆纯点点头 站起来 举步往外 不一会儿 她带着两名家丁 送了一些酒过来 无大的院子中 欢笑声连绵不断 给这个安静了许久的家 添上了几分愉悦的气息 夜色降临 不知何时 梁亭下几个人才散了 月明悉疏 后山的林子里寂静得很 突然 一抹黑影 在后院离开 转眼 消失在林子里 两三个时辰之后 东方的天际 泛起了一点点白光 穿着黑衣的女子 从窗户进来 来到了一间房间里 躺在床上的人 听见有声音 坐了起来 怎么去了这么久 杨红沉声问道 小姐 黑衣女子 将蒙面的黑纱扯下来 立即过去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哪怕是早就凉掉的茶 她也咕噜咕噜 一口气喝了两杯 黑衣女子放下茶 看着床上坐着的人 慌慌张张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让你弄条蛇回来吗 杨红盯着黑衣女子 声音更沉了几分 小姐 没有蛇 一条都没有 不仅是蛇 就连鸡兔鸟 能动的都没有 一直都没有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昨夜是怎么了 什么都没有 林子里死气沉沉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杨红拧紧了眉头站起来 你到底是不是死去玩了 根本没去找啊 小姐 我没有 我真的去找了 我怎么可能去玩呢 后山林子里 平时也有很多猎物 我抓一条蛇 根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 小姐 我真的去找了 从昨晚出去到现在 两三个时辰了 能挤出血的东西 一个都没见到 杨红深吸了一口气 转身看着窗外 天快亮了 不管如何 你得给我找一点血回来 没有血 我怎么去给老爷子治疗 难道真的 要割我自己的血吗 快去 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要是真的没有 拿一碗你的血过来 无论如何 我今天就要用我的心头血 给老爷子治疗 既然这个龙杏的贱女人 真是大夫 我不能再当 黑衣女子深吸了一口气 点点头 好的小姐 我现在就去 记住了 再找不到 就用你的血 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是 黑衣女子汗手 转身 一跃从窗户离开 消失在厢房中 完毕 请关注 一刀酥酥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